各位安勇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部孙孝文 本期是安勇针对民国108年度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新规定交战系列的第四集 今天将由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本期申报与自由贸易港区及国际机场园区有关的新修正规定 我国自民国98年起,即定立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及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有关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制规定 然而,为符合欧盟所提出不得对国内外盈利事业及与境内外客户交易有差别待遇之建议 并进一步提高国内外盈利事业利用自由港区事业之价值服务 因此,立法院于民国107年12月28日删读通过 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第29条及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35条之修正案 并于108年1月16日经总统公布施行 并进一步订定盈利事业于自由贸易港区及国际机场园区内支自由贸易港区 从事货物、采购、输入、储存或运送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办法 以为盈利事业遵循及主管机关审核之标准及依据 首先,我们先向大家重点说明一下这两条法令修正前后主要差异的地方 我们分别从可以适用的事业主体符合规定之营业活动范围及得享受免税之所得范围这三个方面 分别说明修正前后主要差异的地方 针对可以适用的事业主体部分 如前面所提及为符合欧盟所提出 不得对国内外盈利事业有差别待遇之建议 删除旧法中外国以及其设立之分公司的文字 已将国内盈利事业易纳入适用 有关从事哪些营业活动才能符合免税的规定呢 新修订的内容除新增在境内仅能从事准备或辅助性质活动之先决条件之外 并将所能执行之活动范围 由原先的从事货物储存或简易加工 进一步修订为仅能从事货物之采购、输入、储存或运送 至于得享受免税之所的范围 则删除原若授予国内客户超过10%部分不予免征的规定 意思是放宽为授予国内客户亦得全数免税 接下来我们就前面所提到的修改内容 做进一步的说明及举例 虽然修订后将国内外盈利事业接纳入适用主体 但是由于相关免征所的措施 主要是给予在我国境内仅从事准备或辅助性质营业活动之盈利事业 所以基于国内外盈利事业本质上主要营业场所实质上的不同 其在适用条件上也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外国盈利事业原则上是可以适用的 除非有下列情形之一 实际管理出所在我国境内 在我国境内从事主要营业活动之全部 或经由在我国境内固定营业场所从事营业活动之一部分 愉悦准备或辅助性质活动的范围 然而本国盈利事业原则上是不可以适用的 除非同时符合其实际管理出所在我国境外 非在我国境内从事主要营业活动之全部 即经由在我国境内固定营业场所从事营业活动之一部分 未愉悦准备或辅助性质活动范围 至于如何判断营业事业在我国境内是否仅从事准备或辅助性质营业活动 则需从其在我国境内所从事之活动 相对于本身整体经营活动所执行之功能 承担之风险 及使用之资产而言 是否为必要及重要的部分来判断 以下提供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立一的营丽事业 本身主要营业项目是从事货物制造及销售 若其在我国境内仅从事货物之储存、展示或运送 而没有执行如签约、制造、销售、售服或研发等主要营业活动 则其符合所谓在境内仅从事准备或辅助性质活动 立二的营丽事业除在我国境内展览会场展示其产品之样品外 并将随后出售其样品 并未有其他任何营业活动 则也是符合的 然而 立三的营丽事业 本身即为经营物流运送的物流公司 因此 其在我国境内为客户从事货物之储存或运送活动 本来就是其主要之营业活动 因此 不符合所谓在境内请从事准备或辅助性质之活动 第四个例子 是一间透过网络销售货物的营丽事业 在我国的自由港区内持有或诸有一间仓库 并需要大量员工从事储存及运送所销售之货物 这些活动将被判断为对该企业整体营业活动而言 是构成核心必要及重要的部分 因此 将不符合在境内仅从事准备或辅助性质之活动 最后一个例子 是一间主要从事货物配销的贸易公司 在我国的自由港区内持有或诸有一间办公室 并且雇佑有相关经验及有权签订契约的员工 与该办公室执行采购的活动 这些活动很明显是构成这间贸易公司 整体营业活动中核心必要及重要的部分 因此 亦不符合在境内仅从事准备或辅助性质之活动 这一页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交易流程图 跟大家说明一下符合免税规定之活动范围 首先 灰色的销售行为必须于境外执行 或在境内透过具有独立身份之经纪人或代理人 来授予境内外之非自然而客户 而黄色物流的部分 则是该一例事业将其向境内供应商采购 或由境外自行产制或采购之货物输入后 储存于自有港区 且并未于过程中改变其货物之性质 这里所谓未改变货物性质 指仅可以从事区内保存分类分级分装包装 重贴标签其切割这类活动 之后再将货物转运送给原下单之境内外客户 此即为符合相关条例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 所能从事货物之采购、输入、储存或运送之活动范围 盈利事业要如何申请适用此新修订条例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之程序呢? 我们以即将要申报之历年至民国108年度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来举例 盈利事业须于所得年度之次一会计年度第三个月中了日前 也就是今年的3月31日前 填据并检附相关书表及证明文件 向交通部韩港局申请合法免税证明函 合准免征期间最长为5年 这里所提到的相关书表及证明文件有 1. 盈利事业的登记证明文件 2. 实际管理处所在中华民国境外之声明书或证明文件 3. 自行或委托自由港区事业从事相关活动之计划书 4. 委托自由港区事业之委托合约及中文简易本等 大家可以从交通部韩港局官网上下载前面所提到的相关文件书表来参考 在取得上面所核发之免税证明函后 于申报办理当年度盈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时 也就是在今年5、6月申报108年度盈锁税时 填写申报书及租税奖励表 并减付免税证明函及相关证明文件 向所在地税捐计证机关申请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 接下来向各位提醒一下 108年度申报书中相关征修的部分 其中是申报书第0页的租税减免明细表简和清单 职业新增了A27到A28的修正扣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第29条 及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35条这项检核项目 第1A实质一页 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及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 申报减免税额通报单 是原有的申报书页次 但是由于原本已依照修正条文实行前规定核准符合 免征一例事业所得税之案件 其免征期限最长人可试用至民国110年12月31日 因此 针对依新修正条文实行后规定核准符合之免征一例事业所得税案件 分别新增一栏 待后面第A27及A28页完成之后 再汇整填入此栏 最后要跟大家提醒的是第A27页 此页的租税奖励表新增了表一的资格审核表 首先 盈利事业需勾选是适用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第29条 还是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35条之租税奖励 并填上合法免税证明函之管理机关 核准日期及文号 接下来依相关执法规 就所适用之主体及于自由港区所从事活动范围之情况 以利事业需自行分别勾选所符合之规定要件 若是委托快计时查核签证申报者 还需要经过签证快计时复合相关内容 以上是本集有关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第29条 及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35条 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法令内容及申报书征修之重点介绍 敬请各位期待我们安永针对民国108年度 盈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新规定交战系列 下一期的分享 谢谢大家抽空的聆听 请设订阅 召开 跨